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 我以前就很想不通 这上山明明是在抵抗低线引力拼命的做工 而下山则是把引力变成了朋友 勾肩搭背一起往下溜 哪个难哪个容易不是相当明显的吗 事实证明啊 我那会儿要不是因为太年轻呢 就是因为考虑问题太草率 直到现在我在下山时开始推斗之后 才深刻的意识到古人的智慧 你要细细体会 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书 今天我就来汇报一下我的体会 首先第一点啊 如何用科学的方式解释上山容易下山难 这些现象 然后再说说我分析总结出来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最后再给你报一个 你之前可能根本就没有想到过的 大料增加你的弹子 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了啊 其实啊有三个科学角度 能够把上山容易下山难解释得通的 第一个角度是力的叠价 不管是上山还是下山 重力的方向呢始终都保持不变 指向低心 但我们自身的作用力方向却是有变化的 上山时自身的作用力方向是向上的 与重力的方向正好相反 呈平衡状 除了费点力气以外呢 危险性很小 下山就不同了 重力还是向下 自身作用力却也变来向下了 这个时候两个力之间的平衡就不好掌握了 处理不好 前冲的力量过大 是容易发生危险的 第二个角度是我们的肌肉运作方式 对登山来说 最重要的是大腿前面的肌肉 股四头肌 这块肌肉在上山时会边缩短边施展力量 下山时则边拉长边施展力量 前者称为向心收缩 后者称为离心收缩 前者对肌腱而言是自然的收缩方式 但后者则不是自然的收缩方式 你想不自然的收缩方式持续的过久 是不是也会让你的动作不自然起来呢 腿部不自然的颤抖 不自然的摇晃 不自然的使不上进 多危险啊 第三个角度还是跟力有关 不过这次是腿部受到的冲击力了 一项试验表明 当我们在进行平地步行和爬上落差30厘米的台阶时 腿部受到的来自地面的冲击力几乎是相当的 而当我们在进行平地慢跑 走下落差30厘米的台阶时 着地瞬间腿部所受到的冲击力量是前者的两倍 换句话说 下山时在你的眼里面看起来你是在步行啊 但在腿的眼里面看起来呢 这是在慢跑呀 这是一个受到了巨大压力的运动啊 难怪下个山都容易造成膝盖和腰部的疼痛了 你要是把它当成是慢跑了一场的话 就能够想得通了 所以现在就来到了怎么办的环节 好办啊 上山自己爬 下山坐缆车 完美 毕竟补充卡路里 必修复膝关节 简单太多 也便宜太多了 实际上考虑到放假人多坐缆车要排队 我已经提前把缆车坐过了 你看四面通风 独立叫香 低调奢化 就是它该怎么动起来呢 当然真正的缆车是怎么动起来的呢 我想我们都应该是知道的 就是靠把自己固定在运动的缆绳上 然后跟着缆绳一起上山下山的 但真的就这么简单吗 我始终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那么就真的去坐一趟吧 为了验证所有缆车都是固定在缆绳上这个假设 我专门测了缆车上行和下行所花肥的时间 不出所料 两者完全一致 可见在整个过程当中缆车跟缆绳之间应该是不会发生位移的了 这就更加肯定了我之前关于它是完全固定在缆绳上的想法 但等等 这个到中间换站的这个到底它是怎么突然这么慢的呢 怎么做到呢 我觉得这个有点奇怪 就在一瞬间我突然反应过来之前觉得有点不太对劲的地方在哪了 不知道你注意到了没 每当缆车一进站的时候它就会慢下来 这个时候正好是可以让我们上下车 然后到了快要出站的地方又迅速恢复成原来的速度 如果缆车是固定在缆绳上 靠缆绳的移动来移动的话这就非常奇怪了 这意味着任何时候都会至少有一辆缆车在进站 而它一进站整条缆绳上所有的缆车都应该慢下来 直到它出站之后才会加速 但此时又会有另外一辆缆车进站了 于是整个缆车系统应该都是以一种速度 而且是很慢的速度在运行 但事实显然不是 这可急坏了我的好奇心 于是马上就是一通查找资料的操作 终于我可以坐在这跟你汇报结果是什么了 原来缆车并不是所有时候都固定在缆绳上面的 先让我们来重新认识一下它的结构 坐人的部分叫做车厢 车厢顶部连接着的叫做握臂 握臂上方抓住缆绳的叫做握索器 就它了 而它就有点像我们用的夹子一样 是可以张开合拢的 并且连力量的来源都是一样的 强力弹簧 在车厢即将进站的时候 原本握进缆绳的握索器 会被一个专门的轨道放松 就像是有一只手把夹子捏了一下一样 于是握索器和缆绳就在一瞬间分开了 与此同时握索器旁边的滑轮 会让车厢顺势划进站内的另一个轨道 这个轨道由小型的驱动轮来驱动 是脱离了缆绳的车厢慢速地继续前进 当这段站内轨道与原来的揽绳线路交汇 也就是车厢准备要出站的时候 握索器会再次被捏一下 然后握紧揽绳线 依照之前大型驱动轮运转的速度 快速地向前滑行 好了 相信你应该已经听明白 或者是看明白了吧 这对我而言 的确是又增长了一个看似没用的知识 但至少它在让我保持永远好奇这条路上又迈进了一步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有趣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